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对方态度如此坚决 他只能自认倒霉 结果还没等他从窗户里挤出去 秀铁钉就摇上车窗发动汽车 在凄厉的惨叫声里 女人的脑袋如同一颗西瓜 在清脆的碎裂声中血肉飞溅 而秀铁钉则气定神仙的猛踩油门 向着远方飞驰而去 与此同时 三名年轻人也在路上挤驰 梅尔和男友波比带着闺蜜凯拉一起去堵城度假 途经加油战时 他们接上了凯拉的网友尼克 虽然梅尔对这个男人十分挑剔 无奈这是凯拉选中的对象 四人只能一同向着目的地出发 出发前 尼克提议改变路线 小路人既罕至没有警察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波比虽然感觉不安全 但女孩们已经被尼克说动 却不知这个决定已经将众人推进危险的深渊 小路上果然通行顺畅 可还没开多久车子竟然在此处抛锚 看着毫无信号的手机 四人只能放弃汽车徒步前进 沿着的天气里 他们很快就开始体力不支 记不清走了多久 路边的白房子进入大家的视线 细心的梅尔发现了门口的信件 此处至少已经空了一月之久 众人欣喜若狂地打量着这里 尼克却擅自坐住 敲碎窗户翻进房子 随着屋内传出一声惨叫 波比以为尼克遭遇不测 联盟撞开大门破门而入 谁知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眼下已经闯进房间 众人索性搜索起来 可惜所有电话都已经瘫痪 不愿放弃的尼克找到骨仓 仓库里死气沉沉 角落里的一块油布引起他家注意 见到下面竟然是一辆豪华轿车 尼克直接钻进车里发动引擎 但女孩们却不赞成这种行为 经过讨论 四人决定先开车前往城镇 租到车子后再将它送回 梅尔在门前留下联系方式 表示自己会为这个车子负责 就在四人驱车离开后 一辆重型卡车停在门前 车头上的探照灯就像一双眼睛 不停扫视着被破坏的房屋 意识到自己的爱潮被人闯住 卡车发出愤怒的喘气 有了交通工具的四人如火添翼 大家很快就来到小城休整 刚下车 一辆重型卡车就呼啸而过 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 和死神擦肩而过的凯拉愤怒不已 冲着一片黄沙抵出中指 见到卡车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们决定先进入餐厅填饱肚子 这里作为卡车司机的落脚点 尼克因为刚刚的不快十分嚣张 不仅在点餐时 一扬怪气的意有所指 还不顾波比的阻拦更加嚣张 波比被对方不知死活的态度打败 借口前去卫生间冷静 此时他们没有注意到 一辆卡车停在窗外 似乎正在注视众人的一举一动 尼克越来越消沉的话语 引得卡车司机们纷纷侧目 女孩们十分尴尬地低下头一言不发 等到餐点上来 波比还没有出现 窗外的卡车突然离开 就在梅尔坐立难安时 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对面开口就说 他们拿走了自己的东西 梅尔立刻反应过来连忙解释 可对面对他了如指掌 不仅知道梅尔是金发女郎 还直接说出波比在他手中 梅尔一开始还不相信 在看到卫生间空无一人后 他彻底乱了阵脚 在漫天黄沙中 梅尔嘶吼着道歉 甚至苦苦哀求对方放过男友 为此他愿意答应一切要求 尼克两人后知后觉赶到车边 梅尔正在摆弄车上的无线电设备 看着照片里被五花大绑的男友 梅尔已经失去全部理智 一步步跟从对方的指示将手机碾碎 但秀铁钉不会就此罢休 他要求梅尔带来闺蜜的手指 只因为凯拉曾经用她打过招呼 梅尔肯定不愿意牺牲闺蜜 但难有此刻生死未卜 他只能先将此事答应下来 秀铁钉生怕三人搞鬼 反复要求一定是血淋淋的手指 随着无线电被掐断 三人只能向着秀铁钉说出的地址出发 路上他们思考该如何满足要求 但对方显然不是好惹的兔子 卡车司机这个身份无疑是最好的掩饰 尼克根据经验提议 最好远离卡车和警局 因为车上很有可能就有警察的扫描仪 只有夺回主动权才能随机应变 而手指他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比如医院的太平间 凯拉为了弥补当初的鲁莽 独自一人进入医院 经过一番寻找 她盯上一个男人 就在她准备下手时 男人竟然翻了个身 这人居然在解剖台上睡觉 凯拉被撒得花容失色 又不敢大声尖叫 只能赶紧拉出一具女尸 剪掉一根手指 连走前 她顺手拿起一把手术刀用来防身 见到凯拉得手 外面的两人也不再啰嗦 连忙开车继续前进 大雨毫无征兆地落下 梅尔准备独自面对锈铁钉 通过无线电 对方要求她走下汽车 为了确保梅尔没有携带武器 她需要对着面前的卡车脱掉衣服 这简直是奇耻大数 可为了救出男友 她只能乖乖照做 就在梅尔进行心理建设时 锈铁钉掏出一把压力钱 冲着波比袭去 在波比的嘶吼声中 梅尔已经完成任务 结果卡车上的司机 根本不是锈铁钉 对方一边称赞梅尔的身材 一边提起裤子 意识到自己被捉弄 梅尔捡起衣服 愤怒地回到车上 她试图找锈铁钉理论 谁知对方先倒打一趴 表示梅尔试图 用死人的手指蒙混过关 为了给她举个例子 锈铁钉贴心地 在车内留下教材 梅尔根据指示 拉开车上的小柜 那根手指上戴着熟悉的戒指 意识到这是波比的手指 梅尔崩溃得失声痛哭 锈铁钉十分乐意 听到这种哀嚎 为了让梅尔更加激动 她直接抓起打火机 按在波比的伤口上 烟雾伴随着惨叫声疼而起 梅尔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她怒吼地询问对方 到底想要干什么 可锈铁钉却一言不发 将卡车开走 返程的路上三人发生争执 尼克想要报警 但梅尔已经体会过 对方的恐怖 他们的一举一动 似乎被一双天眼监视 考虑到波比的安危 她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被动地 接受锈铁钉的指示 此时的锈铁钉十分悠闲 她把人质留在车上 自己前往酒吧消遣 老板光头在抽烟时 发现了驾驶室里的波比 就在她准备将波比救回时 锈铁钉竟然先一步返回 她用手中的铁链 狠狠勒住光头 力大无穷的双臂 将下额直接拆下 波比被喷在车窗上的鲜血吓傻 她深知自己插尺难逃 果不其然 锈铁钉一拳将波比砸倒 光头的半截下巴被扔上卡车 波比被眼前的灵界 吓得肝胆剧烈 只能躺在地上不停哀嚎 这嘶吼声引起锈铁钉的兴趣 她用无线电和梅尔取得联系 她要求梅尔搞到一些兴奋剂 梅尔深知自己已经毫无退路 只能将车开到卡车司机的聚集地 这里鱼龙混杂夜夜声歌 锈铁钉要求三人检查后备箱 凯拉壮着胆子拿回一袋物品 正是开头那个女人的衣服 锈铁钉恶趣味地要求尼克乔装打扮 为的就是报复她曾在餐厅口出狂言 尼克还想要拒绝 梅尔却拿出那把手术刀作为威胁 贪生怕死的尼克不得已屈服 只能换上那套奇装衣服走入人群 形态诡异地她很快引起众人注意 大家的嘲笑声让她无地自容 就在她打算逃跑时 锈铁钉众人出现 行动不便的尼克被司机塞进卡车 跟随在后的梅尔想要拯救 却还是晚了一步 于是二人连忙返回轿车 跟在卡车身后一路急驰 当车辆驶出聚集地 凯拉发现自己竟然跟丢了目标 就在他们疑惑时 刺眼的灯光从车后亮起 锈铁钉竟然利用地形优势反杀 二人被重型卡车不停追赶 锈铁钉对于自己的车技十分自信 忽快忽慢的戏弄猎物 直到凯拉手足无措猛打方向 见到时机成熟 锈铁钉直接将汽车撞飞 从昏迷中苏醒的凯拉 见到卡车正在拉开距离 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她割断梅尔的安全带 不停提醒对方 要在最后时刻跳出 这样才能让锈铁钉 以为两人一同身亡 梅尔不离不弃地 想要拽出闺蜜 可惜凯拉一条腿 撕撕卡在缝隙里动弹不得 伴随着尖锐的喇叭声 梅尔纵身一跃跳进草丛 凯拉却因此葬身火海 尸骨无存 梅尔难以置信地看着一切 眼中闪烁出熊熊怒火 锈铁钉以为女孩们已经身亡 头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到达那栋白色房子后 她将尼克带进骨仓 波比已在此处等候多时 二人被迫坐在一张木桌前进行游戏 明白尼克喜欢赌博 锈铁钉在他们面前放下两枚甩子 在对方的强迫下 尼克扔出五点 此时的二人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游戏的凶残 直到锈铁钉拿起一旁的铁斧 冲着波比的膝盖骨凿去 原来墙上的数字代表惩罚 一旦对方扔出相应的点数 对面的人就会获得同等的礼物 在波比的哀嚎声中 尼克害怕的脸庞扭曲 这注定是一场相互折磨的游戏 锈铁钉用波比的另一条腿做威胁 强迫她将游戏进行下去 为了躲避疼痛 波比只能潦草地扔出骰子 只可惜 这次的点数停在七点 这是为数不多的安全数字 好运的尼克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生死威胁让她不愿继续 因为说不准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 但是锈铁钉肯定没有尽兴 在她的催促声中 尼克扔出四点 那这一次目标就是波比的胸部 锈铁钉火速点燃打火枪 右蓝的火焰炙烤着生锈的铁钉 等死的痛苦让波比几乎崩溃 她嘶吼着发出求救 可惜她喊破喉咙也没人能够听见 通红的铁钉硬生生地被按向皮肉 嘶嘶作响的炙烤声令人寒毛直立 锈铁钉依旧没有停止游戏 她将骰子塞进波比颤抖的双手 这次可是前所未有的两点 锈铁钉看着骰子有些遗憾 看来游戏不得不就此终止 锈铁钉绕到尼克背后 这种未知的死亡让猎物颤抖不已 尼克紧紧盯着波比的眼睛 试图能从中看到锈铁钉的动作 可波比却一副不愿面对的表情 这让尼克惊恐万分 这种等待死亡的感觉令人焦灼 但很快 她就再也体会不到任何感觉 细长的钢筋流入烧烤的铁钳 毫不留情地上下观传 相比此于未知的尼克 这对波比简直是触目惊心的挑战 今晚的遭遇如同炼狱 好在未婚妻梅尔还没有放弃 她从空无一人的休息站抢走摩托 向着锈铁钉的老家一路飞奔 此时波比被铁链缠绕 围在脖子上的窒息感让她异常痛苦 双脚腾弓的她不停挣扎 就在这时 锈铁钉发现一个不速之客 闪烁着警灯的摩托让她十分紧张 她用小盒子将波比架起 自己走出车厢查看 潜伏在角落里的梅尔抓住机会 挥舞起手中的铁锹 将锈铁钉砸倒 男友的呼救声让她无心补刀 立刻扔下武器美就英雄 在波比的指挥下 梅尔来到驾驶室操作电源 眼看着车辆成功发动 波比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挣脱铁链 却不料倒在地上的锈铁钉竟然起身 看着后视镜里亮枪走来的凶手 梅尔只能发动前车先行逃离 被动过手脚的车厢留在原地 他本以为自己能够先去寻找救兵 可没想到锈铁钉竟然盯上自己 他不仅出现在身旁撞击车窗 甚至还试图打碎挡风玻璃进入车厢 梅尔猛打方向试图将凶手甩出 短暂的安静 几乎让他以为自己已经成功 但是锈铁钉竟然神出鬼没地从车后进入 听着鬼秘般的声音骤然响起 梅尔意识到自己即将大祸临头 卡车在二人的争斗中失去控制 一头撞向路旁的油罐 烈火之下的车辆已经彻底失控 梅尔在最后时刻跳车逃生 锈铁钉来不及掌握方向 眼睁睁看着自己向着悬崖冲去 此时车厢里的波比挣脱束缚 他一拳一拐地抱住女友 两人截后余生地看着悬崖下的残骸 支离破碎的车架即将被烈火焚毁 可噩梦真的结束了吗 卡车似乎又盯上了新的猎物 随着熟悉的笑声响起 有关锈铁钉的故事还在继续 本片作为上映于2008年的续作 相比第一部的情节安排 此次的矛盾设计更加偏激 锈铁钉已经不再是因为被捉弄而暴走的司机 在这里他的动机更加纯粹 变成为了取乐而杀人 这种毫无目标毫无理由的无差别攻击 让整个故事的设定开始离奇起来 并且锈铁钉的形象也逐渐循环 不仅不生不灭甚至全知全能 这样一个上帝视角的杀人魔 真是谁见谁倒霉 看完全篇小青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一定要远离损友报平安啊 跟第一部的哥哥一样 伊哥的形象更加讨嫌 不仅嚣张无止还胆小怕事 所以各位客观在现实中认识朋友也要擦亮眼睛 哥不要随随便便就和网友奔线哦 好了 小青发展是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你们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弃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按照